而随着国内的疫情稳定 民众出游意愿大增 也期盼防疫措施能够再松绑 指挥官陈时中也说 如果独自在山间行走 或是跟家人待在同个场所 还要戴口罩 的确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在今天将会公布 放宽户外戴口罩的相关规定 而国内医师也认为 维持有条件的开放是OK的 但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 得要特别小心 星期天一早 一家大嫂或是三五好友 都来爬山 却有不少民众走着走着 实在太喘了 忍不住把口罩拉下来 深吸一口气 哪怕是在人比较少的地方 也有小心翼翼 就怕触犯防疫规定 但本土个案越来越少 民众就想问 什么时候才能松绑呢 真的很喘 就爬坡的时候会呼吸困难 我觉得在保护自己 然后保护他人的情况下 在人数比较少的地方 可以适时的放宽 指挥官陈时中日前也说过 九月平均 每天不到两起本土病例 如果独自在山间行走 或跟家人待在同个场所 还要戴口罩 的确是有一些不合理 表示会在十月三号 放宽户外戴口罩的相关规定 民众从事户外活动 现在有可能可以不用戴口罩了 但是一到人多的地方 恐怕还是要戴着口罩 洗红教有可能 你没有戴口罩就会吸进去 人一人之间 还是会一直讲话 或怎么样 就是比较密切的接触的话 在那些场合 即使在户外 我的建议还是要把口罩戴上去 国内医师认为 的确可以慢慢放宽 民众只要保持好社交距离 遵守指引就好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也指出 如果有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还是建议戴口罩 维持有条件的开放是OK的 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应该让施打两剂的民众 更自由一点 可以免戴口罩 在疫情慢慢稳定之下 相关规范如何松绑民众都很期待 记者续节张士奎台北采访报导